观战一局S牌的厂长永眠镇 自选刷在中场 往人行桥方向开始探索 齐耳铭 看到脚印上楼追击 是个前锋 只能硬追 带张狂没技能的厂长 追谁都一样 会被马拉松 前锋拉球拉开锯 长长只能继续追击 连续三次拉球 前锋已没球 按照这样的节奏 肯定是三台起步 只能看厂长后续发挥 将节奏闪现开刀开进 对厂长而言 这是正常节奏 天之后 真是对厂长的 哔吵 寻闪开刀 最后一场 签子 出演 打葛 立业 出演 出演 三面夹击 但小丑破了病 盘活了前锋 此时小丑被女儿揍了一拳 击倒前锋 鸡子依仅剩一开 边一下时发现 妻子押好了 幸运儿和小丑来捞人 直接不给博弈机会 奖励厂长一个双蛋黄 救下后立刻通电加速走人 但前锋没跑成功 决定留下来拖延一下 单拖延了个劲 扔个女儿去大门看一眼 发现一个弯烟火的小丑 象征性地追一下 都追上了 那就打了一拳 然后回去看望下受伤的功夫 看你都跑累了 还是躺下休息会 幸运儿被抓了个正常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机 小丑趁机起来留着大姐 以防万一先把幸运儿挂了 放个女儿守一下 然后再回去前锋那探望下她 发现有耳鸣 稍微巡逻一下 然后回来幸运儿那边 再次截住机制 这局前期厂长血崩 如果换一个人追 按照厂长的操作 三抓以上不是问题 最后还是极限保证